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啊 厂长 你怎么来了 厂长 怎么了 化肥的原材料都是你负责的 你告诉我到底是哪儿出了披露 原材料 都是咱们老关系工的货 货真价实啊 这瓶化肥是假的 现在出人命了 你还跟我说货真价实 说 是齐厂长 对 一定是齐厂长那个老东西 那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厂长 这真不怪我 齐厂长 那个老齐 是德哥介绍给我的 德哥 他不让我告诉你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欧阳德 他介绍的 对 你收的多少钱 说 不 他们刚开始给了我五千块钱 我开始没敢要呀 爷爷 但是德哥说这是规矩 我也不敢不打 厂长 而且我也不知道 原材料有问题 如果我知道的话 我打死我也不敢拿呀 厂长 五千块钱 确定有五千块钱 华盛 华盛 去哪儿 周让他 你敢往我掏张扣 你给我小心点 你要是因为这个把我害了 我跟你没完 喂 喂 好 你 刘医生 你怎么来了 怎么 要出远门啊 对 我有点急事 要得出远门 一手这么着 我真的是有点急事 就明天来好吗 我跟你好好聊 好不好 你怎么 拿着刀呢 回来 你 我 你叫我 有话好好说 你坐下聊行吗 你别弄这放下 一声你别冲动 你把这放下去吗 再 坐下聊 坐下聊行吗 我纳闷的是 我纳闷的是 当年我刚进春风房这场仓库 保卫科立马就把我们包围了 我进去之后我才知道 是有人提前报了警啊 你 德哥 你为了搞高海生 你把我搭进去了 我留一手在你眼里就是炮灰是吗 不是不是不是 医生 医生 你你别别别你千万别冲动你 你坐下好吗 咱 咱 你坐那儿行吗 坐那儿咱 咱聊两句 行不行 别老是拿着刀你 当心 当心你伤着你自己 我进去这么多年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废了条腿 老婆也跟着跑了 我出来找工作 工作也找不着 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医生 我说句心里话啊 当年的事呢 一定是有误会 你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管 怎么可能是我告发的你 我跟你说真的 你的事我一直觉得就是我的事 今天真的不太巧 我有急事 我得出趟门 明天你过来行吗 你 你 你看你很有举刀 你看 你 你 少废话 拿钱 我这都是心里话 你看 你看 你看什么 我 不认识你这个炮灰兄弟了 怎么 怎么这么说的 德哥你这些年坑工拐骗 可没少赚钱呀 你们弄这个化肥厂 你也没少捞吧 我跟你一块合作那个姓叶的 那可是高海生的兄弟 德哥你手伸得真长啊 当年把人打成那样 现在还敢跟人一块做生意 拿钱 行行行行 行行 钱 一手 行 不就是钱吗 你把这钱放下 你看 你看 你一手真的 你看 就让你老冲动 你看 你看看 老 都是你的 嘴里的一手 都是你的 你一手 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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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黄安德 黄安德 医生 听我说 医生 听我说 医生 医生 听我说 听我说 医生 我去 放开 坐开 你们来得不是实话啊 拦救他 我要跟你干什么呢 坐开 我要你把刀放下 别过来啊 你们也别过来 我跟错 你们让开啊 你把刀放下是不是好好说 你给我让开 把刀放下 别让他走啊 拦救他 别过来 赵凯昌 你给我拦救他 偷残骨的事 还有 还有我那帮兄弟 拦路打伤你们 都是他指使 欧阳德 都是你干的 别过来 你 欧阳德 赵凯昌 你 我认识你十年了 你别逼我孟盛 我认识你十年了 你别逼我孟盛 你别逼我孟盛 你别来告诉我 都是你干的 你 你别逼我你 你 都是你干的 你干的 你干的 走 走 莫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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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莫尚 莫尚 再打出人命了 莫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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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尚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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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王生 你怎么跟他 交的不过去了 这人我过去打个交道 人可不怎么样 他人不怎么样 那你呢 以前他在打头办的时候 我们可没少说他的欺负 这人不值得深交 你跟他合作 他留个心眼 也不知道他之前 因为什么事 得罪了几个社会上的人 就在班道上 帮他截入了 进行打击包袱 等挨完了打 冲进靠城 疼得我连笔都拿不起来了 在家日好 出门找找的 你这是何苦呢 阿赛 毛生 出门再把自己当心啊 阿姆年纪越来越大了 就怕以后啊 眼睛花了 我什么都救不了 提前都给你准备好 我们二连长大喽 可知道 我三个妹妹 你最新的 海生 喂 正准备要去找你 什么事 给供应商的定金 上周就打出去了 一批货今天到 五个工作日内 咱们就得打第二笔款 怎么奈迪那边的首款 还没有打过来啊 咱们是不是得催一下 到期了吗 还没有 截止是明天 但是也没有必要 卡到最后一天啊 这马上都要下班了 先别着急了 再等等吧 我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我刚听说 镇里有几家 协附厂的订单 出现了状况 据说是受 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 现在好多外贸订单 都出问题了 我是担心 奈迪那边会不会也 厂长 厂长 有奈迪的电话 进去说吧 好 叶主任 叶主任 好 这个麻烦您签下字 下午下班之前要送到银行 为什么呀 行 给我吧 好 对 护士 喂 喂 怎么了 奈迪决定 取消这笔订单 什么 近日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 三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该协定的宗旨是逐步取消 三国之间的关税 及其他贸易壁垒 实现商品和劳务的自由流通 以形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集团 这条协定 这条协议的签署 意味着美加两国将在未来 把更多的制造业订单 向墨西哥转移 这无疑对我国的外贸制造行业 带来一定的冲击 如何应对这次危机 是我国很多制造业企业 即将面临的一次严峻挑战 发展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有坦突也会有崎岖小路 这次国际大环境发生的突然转变 就是给我们政府干部 还有企业一次重大的考验 作为政府一定要坚守好 对企业的服务管理职能 作为企业 一定要把诚信 作为企业发展的头号信条 不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 只有守住这条底线 企业才可能有持续发展的未来 这次的危机 我们要共同面对 不是我们这些当老哥的不给你面子 奈迪那边也来电报 说变就变 之前签的加工合同 说作废就作废了 搞得我们这么被动 你说 你说怎么办吧 是啊 当初咱们几十家工厂 同意合并起来 就是看你海生有诚意 现在奈迪那边反悔了 咱们辛辛苦苦 费钱费力做到这一步 他们打了退坛股 海生 你是当家人 你说咱们下一步 该往哪儿走 是啊 下一步 往哪儿走啊 怎么样 往哪儿走都是绝路 我们现在没有路了 但退散活 对 散活 我们想一聊到走到可以 大伙儿听我说 我家人都可以 大伙儿冷静一下 冷静一下听我说好不好 国际大环境的变化 不是我们这些小场子 能决定的 但是 我们绝不应该因此 就放弃希望啊 咱们现在只有一条路 没有退路 那就是联合起来 赢回奈迪 对我们的信心 说得挺脚 你海生 就是居于奈迪那边 在球上八百遍 我看也是鸡飞蛋打 咱们藏着 只好得玩玩 对 我看这些 听我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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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激动 是啊 咱们这个地方的人 开作坊 做协服生意 有十多年历史了吧 我们从来都是 以诚信为本 以品质为本 市场环境 有起有落 这是不可避免的 逃避不是办法 我们必须得去面对 这次奈迪 突然取消订单 不是因为我们 做错了什么 而是说明 我们正在面对 国际上的竞争对手 那我们凭什么 能让奈迪 对我们保持信心呢 凭什么 只能靠生产 质量过硬的产品 靠实力说话 咱们没得退路啊 难道仅仅 因为一次挫折 就放弃我们奋斗了 十几年的事业吗 大伙儿想想我的话 不能互相埋怨 你们说呢 万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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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好啊 赵书记 快说 来 公主们 我们一起欢迎万书记 为咱们大伙儿说上两句 好好好 咱们企业现在遇到了困难 怎么办 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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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咱们大家每一个人 现在 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 更不是分家散伙的时候 咱们之所以 能成为全省民营企业的 排头兵 就是因为 有你们这群 爱拼 敢拼 一心求胜的人 遇到点困难就退缩了 这不是咱们的性格 爱拼 敢赢 那才是咱们的个性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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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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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 好 看得出来 你们这些厂子是由远景规划的 如果耐迪要拒绝跟你们合作 那将是他们的算势 您曾经说过 我们这里的人做生意 要有闯劲 出了事不要怕 要讲诚信 我是这样想的 我打算去找奈迪的魏林顿 再去谈一谈 争取让他改变主意 告诉他 我们这儿人做生意 永远是把诚信放在第一位的 好 你回来了 老板 哎 怎么这么忙过来 海参哥 就是干嘛 这是 这是我和你阿牧这些年攒的钱 钱不多 你拿着 这怎么能行能不行 海参啊 我听说现在厂子里 有很多人脑子要退股 是吧 阿爸没有什么本事 也帮不上你什么忙 这钱 就全当我 入你们场子的股份 海参哥 不管你做什么 阿爸都支持你 你和冒生都是我的孩子 我不好 报上答案 现在这种情况 我是想帮也帮不上了 可你不一样啊 海参 我相信 你能看过这次困难 高智长 不能夸 她是你的心血 你是为了大家能一起过上好日子 才要把这个场子撑下去的 是吧 所以你一定要坚持住 不能像茂盛那样轻易放弃 回头啊 你一定找找那个奈迪 跟人家好好谈谈 只要工厂不散伙 咱们上当村 就还有希望啊 韩生啊 你一定要接受阿爸的心意 你要给茂盛树立一个榜样 让他知道 再大的困难都可以扛过去 行 阿爸 那我收下了 从今天开始 您也是我们高智协服厂的一名股东 您放心 我一定会跟奈迪好好谈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谢谢你 可怜天下 父母心 我生就在呀 是我一生的痛 别动着了 好好睡觉才能长高个儿 阿母走了啊 阿母 阿母 怎么了 阿母到底去哪儿了 他们又回来 阿母 怎么了 孩子想阿母 想阿母了 阿爸 嗯 阿母去了一个 很远的地方 他为什么带我去啊 那个地方小朋友不能去呢 可是咱们可以一家人 祈福 给阿母祈福 来 把这手给我 闭上眼睛啊 我们祈福阿母 我们祈福阿母 可以在那儿开开心心的 还有 我们的小宝呢 健康成长 这样阿母看到了 才能高兴 对不对 对 嗯 坚强一点 阿母为什么要哭 呃 阿爸最近遇到了一点困难 需要克服 对吧 嗯 是这样的 什么困难呀 哦 就是 别人 还跟我们说好了 有些东西应该是给我们 结果对方突然变卦了 又不给了 后面没做错什么 说这东西是不是该要回来 应该 阿爸 你又要去苏州吗 这么聪明了 我儿子 是啊 阿爸要去趟苏州 把东西要回来 顺便给你带定身高 好不好 每天不要走 陪我去看中央好不好 中央 嗯 哦 明天是端午节啊 你看你忙得 又忘记了 忘得干干净净的 乱活乱活 那行 明天阿爸不去了 陪你去看桌押 好吧 好 记得阿爸跟你说的吗 咱们家乡有个习俗是什么 桌押怎么了 要抓住好运气 捉好运气 明天我们就一起 捉好运气 好不好 好 好好好运气 好了 可以睡了吗 我不 不啊 那明天我去苏州了 丁身高也不买了啊 不 不 不 早点睡啊 睡 阿爸 我看着你睡 我听好运气 明天我看着你睡 我看着你睡觉 好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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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你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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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气 好运气 你好啊 你看 马上抓到了 我出信了吗 爸 真好玩 好玩吗 好玩 都可以你答应他 去那地之前 和他过个段午间 你看 多开心啊 都怪我这段时间太忙了 以后啊 我有时间多陪你们 干碗 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 好 加油 这样跑得快啊 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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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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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下来 陈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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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下来 危险 陈宇 老爸 看我中烟 我要把掏皮子赶紧 撞到手里 陈宇 陈宇 别让鸭子跑了 不是阿爸的好运气啊 阿爸知道 你是为了阿爸的好运气了吗 知道 阿爸是为了我们 才是捉丫头 磕在哪儿不好 非要磕在这么要害的位置 只要是做了手术 留下点后遗症 这以后该怎么办 别瞎想 咱们要相信医生配合治疗 有我在哪儿 对了 你不是还要跟奈迪去谈判吗 不去了 不去了 那怎么行啊 哪儿都不去了 就陪你们俩 海胜 你听我说 你现在不能不去 你要是不去的话 那几十个股东 都有可能面临破产的风险 还有一千多个工人 都有可能会要失业 你现在是他们的希望 要是不去的 他这样让我怎么去啊 你放心吧 这儿有我呢 你有检查的结果 我第一时间就通知你 在这么特殊的时候 你必须要以大局为重 你充满 我 embassy 阿爸 我说的那只鸭子呢 他会给你带来好运气 你带着他去苏州 他现在就不会有你了 哥 哥儿子 你 你已经给阿爸好运气了 有你在 阿爸什么困难都不怕 赶紧好起来 口渴吗 冷不冷 再睡一会儿吧 阿爸母都在呢 睡吧 乖乖地睡吧 好 放心吧 睡着了吧 刚睡着 这是我亲手课的石将军 报平安 你放心吧 这儿有我 会好起来的 会的 一定会好起来的 行了 我得走了 有事给我打电话 路上注意安全 一定 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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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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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还得麻烦您 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 威林顿先生 不好意思 不是跟您说了吗 威林顿先生 在核欧洲议会议 开电话会议 我们不能打断了 麻烦您再稍等一下吧 我已经等了一下午了 我们是提前约好的 可能是总部那儿 临时有安排吧 不是 怎么能说临时安排 就临时安排 我都等了一下午了 您就再耐心等一会儿吗 不 我已经等了一个下午了 高厂长 苏总工 苏总工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威林顿先生约好了 可我都等了一个下午了 他还是不肯见我 您能不能帮我通知一下他 这边来 来 你们的事情我听说了 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 应该是对中国的贸易前景 缺乏信心吧 听说总部还是想把主要生产工厂 放到墨西哥去 因为这样可以节省关税 怎么能这样出尔反尔呢 这段时间我们多努力 您也看到了 我们是诚心诚意想把事干好 威林顿也说过 他很看好我们高致啊 况且 我们已经签了合约了呀 你对高致真的有自信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高致是几十个股东 上千个员工的命 我们会用命捍卫我们的荣誉 那就没问题 什么意思啊 中国是个法治国家 每个人都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 来捍卫自己的权益 谢谢黄经理 张经理 希望我们这次合作很愉快 好吧 高先生 不送了 慢走啊 对不起 高先生 我领许有个会议 你等了很久 还好 等了一下午 来我办公室吧 请坐 来一杯咖啡 不用 谢谢 我今天来呢 主要是想 代表 先生 我知道你来的原因 但是非常遗憾 合约已经取消 只是综部的决定 我也非常抱歉 我知道你很为难 但我还是希望 奈迪给我们一次机会 高先生 你一定要清楚 奈迪是世界一流的品牌 我们的运营次略 都是全球一体的 而奈迪的利益 永远都是我们 优先考虑的 这是我们能够在国际上 临陷的根本 我想这一点 不需要更多的解释吧 您是把奈迪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是吗 我和您一样 我也把高智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您也许不知道 这份合约的取消 对我们高智意味着什么 我儿子七岁 在我来这儿之前 受伤了 从高处摔下来 头重伤 我刚才给我太太打电话 我儿子刚推到手术室 我不能陪着他 我得到这儿 在您面前 为什么 我只是希望您 能够给我们高智的股东 和工人们一次机会 这就是我们的诚意 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愿上帝保佑你的孩子 谢谢 但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总部的决定是不会改变的 我真的非常抱歉 那 这也是您的态度吗 这几个月以来 我们多努力 多用心 您应该知道 您应该心里清楚 我们可以做好 威林顿先生 我怎么想 并不重要 这是商场的决定 我问了威力 去超出我的权限 你住在那里 我叫四季送你回酒店 杰林 让四季到楼下 我只有一位客人要送一下 不必了 等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刚才那些话 是奈迪和您的态度 我也有几句话要说 做生意的根本是诚信 但诚信是双方的 这跟企业的大小无关 在我们高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 奈迪单方面取消订单 这本身就没有诚意 而且可以说 这就是在违约 奈迪是世界一流品牌 我们是乡镇工厂 跟你们比不了有差距 我承认 但是在法律面前 咱们是平等的 高智的诉求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如果奈迪执意要继续 这种违约行为的话 我们高智协夫有权 通过法律途径 来保障我们的权益 作为世界一流的大品牌 如果你们不在意贴上 违背诚信的标签 好 那我们高智 就陪你们打这场持久的官司